年年年年期 看见了吗 爷 欢迎刘女士 你拿着手机 太大了 爷 太用心了 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大海眼界啊 都说活到老学到老 别看头发都成了地中海 但大爷泡妞这方面可一点都不露 一上来就拉横幅表示欢迎 可碾压了不少大爷啊 俗哥看来好点才艺啊 就普通电子心 2018年的3月16号到现在 那你这个找不着老师教你 这个事还叫 今年是有个教育学院 有二楼专门建的新班 每周学院一路新室 学了一年 然后后来都也自己演家务 把社会学院自己练 自己练 主要自己练 那现在电程时间到啥程度了 现在一般吧 来 你给我弹一个 我看看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灯场 真是刘备编草茄 手艺高啊 都说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虽然说 大爷在师父手底下学了没多久 但是靠着自个不懈的努力 还自学了八十多首曲的 属实是寒香死吹笛 不同凡响啊 这要是年轻的时候多磨砺磨砺 现在指定也是不一般啊 楼还是楼掌 走这肉水吧 家里有啥事啥的啊 咱们起龙头了 这坏蛋坏了 有啥事啥的话 我还吃热心肠 热心肠啊 大伙对我 连你特别不错 这边好 你看这工具 哎呦 这 满满一下了 这就是 这我花钱买的 这一下工具就好钱 这我自己买的 这干啥呀 就是方便 一个自己工作方便 这边大家用方便的 像那个安根塔的 安根拍照啦 安那个撞眼啦 安天线啦 这些电钻你这都会用 这都会用 嗯 电灯啥的 那你之前知道你有这些工具悬 是不是有事找的 有 都来善不在这借来的 啊 就善人来借来 嗯 管你能帮忙就帮忙了 基本都帮忙 真是红松出山 到哪都是栋梁啊 大爷还真是妥妥的热心肠 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为了造福邻居朋友 大爷还自费了几千块钱 买了套工具 都说为兄弟两肋插刀 为女人插兄弟两刀 可见大爷对媳妇肯定小其不了啊 还是在感情上 没有感情 他就对我们家人吧 特别不好 人家长得就是 咋那么说 你怎么得有点 差不多少得 其他条件都是 那都无所谓了 我性格我不挑 你好一点坏一点都没事 钱那么钱少 我的眼儿也够花 只要我看中你了 你担心的事你不用担心 你啥东西想 你就马上结婚 你就不要后悔的 大爷你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先前媳妇心思不在家里面 不仅不给自己一点好脸色看 就连亲戚朋友也要受人家的气 这次铁树开花再逢一春 直言自个想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性格长相人家都不挑 而且还衣食不行 一人独揽 直言不让人家花一分钱 都说饭管保钱给够 漂亮媳妇就能往下凑 那咱们就骑里看唱本 走着瞧吧 十六离的二十六年了 他呢咋说呢 挺自私的 对家庭不负责任 不管家 你就是 你不管啥子也不跟你吵 也不跟你闹 一共事啥 就是那个啥冷战 我就说你一共啥事 你说啥事 你跟你说也也不说 好像就是最长时间 我俩四十多天没说话 那时候都是一米五的床 然后背靠背睡觉 你要去干啥的话 就是他不跟你说话 就是晚上睡觉翻身 抬起来那么砸床的 刘怡说 虽然已经一个人生活快三十年了 该放下的都放下了 但今天提及自己的这段经历史 他的内心还是五味杂陈 现在想起来 阿姨进来说 你应该是对这个新年生 有点失望了是不是 就好像太伤心了 就形容你说 从小夫妻 就是为了孩子 就为这个家 怎么就能把家过散了 挺委屈的是不是 后来这要不是说 这三年疫情嘛 就不觉得就没心得照 完了这三年我哥 我哥才比我大两岁输羊的 完了这不就得血酸了 吞咽功能也不好 现在吃饭都得打碎了 都不能说话 我一心 这一个人老了也不行 天早一个站着说 就是说身体健康的 性格能喝得来 能那个情投意合 能相互陪伴后半生的 咱一生能获得幸福的点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一说起自个的感情经历 大妈也是厨房里的案板 尝过爱情的甜 吃过爱情的苦 家里头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 前夫就冷战冷暴力 话也不说人也不负责 吵子下都能一个多月不说话 看得咱都觉得憋屈啊 这次大妈勇敢一次上台相先 就是发觉人老了一个人终究是不行 就是图能有个伴 看得懂 爱玩这些东西啊 编辑啥子啊 一说说字就行了 欢迎刘女士 玩呗 正好放在对门这 已经在看见了 又跟你说 你看对门那个对联都是熟贴的 就特别热心肠 它是一个楼掌 别人家参加总也没有人 然后帮他就帮忙 其他有事都帮你忙 热心肠 热心肠 你好 来了 主 我刚刚给姨夸你来着 我说对门的那个 对门都是你给贴的 那还正常 平时有啥事就帮他 平常吧 家没人 人家给贴 看见了吗 姨 嗯 欢迎刘女士 哈哈哈 你拿手机 太动了 师父啊 太用心了 哎呀 这仪式感呢 满满的呀 师父 啊 仪式感 真是泥丘钻洞 身藏不漏啊 咱大爷还真是会晚啊 隔壁老王这个年纪 连智能机构不会用 人家都还会用手机做横幅了 数十是飞机上打点滴 水平高啊 还没等大妈推开房门呢 红娘就逮了个机会 把人家一顿花 直言人家乐于助人欣赏好 瞅的人还挺利索的 还行 比我想象好 那咋有想象的呢 想象 我这想象中嘛 那可能是 六七十来岁 六十五六了 像老太太似的 瞅他还不像 他怕很干净利索的 也是一个干净利索的 爽快 嘎啡肉脆 七十二十二十 还行 还可以 你瞅着 好像气质了 各方面的 还可以 个头的那个 形体啥的 都可以 真是神枪手打靶 十拿九稳啊 大爷大妈一见面 就直呼印象不错 都说 相亲也圆在一半 刚上来就已经领先办成了 那大爷要是在家家要努法力 那岂不是就等着漂亮 媳妇领进门了 大爷是觉得 大妈年轻貌美形象好 大妈也是觉得 人家个头形体都不错 我以前在中间酒局 物资工作 物资色位 就是把泡车板 管了一辈子前一个路 当一辈子领导 身体现在比较健康 刚提点吧 没啥保护 刚提点吧 在那边标准那边 挺好的 完全正常 挺啥吧 没啥事 你看什么 就在这唱歌 在这红色合唱团唱歌 唱歌 还是跟着喊呗 玩呗 行 你跟着身体呗 要不在家待着也没有意思 没有不良思套 抽烟喝酒打麻将 跳舞 跳舞这都不会 就会唱歌弹琴 爱弹琴 挺好 如果他们那个团里 有适合我的 我背着我也能参加 跳那个机体的舞了 走个模特了 模特步了啥 这些事啊 就是你的音乐也好 我没说呢 只要是我是同意 你同意 那这些事 你都能抄心崩管 我都给安排名门地说的 真是端午节吃重的 皆大欢喜啊 大爷介绍起 自个的工作经历 也是不由地挺起了胸膛 自个这么多年 当了一辈子的领导 别人不是在干活的路上 就是在干活的地方 可大爷不是在当领导的地方 就是在生殖的路上 一辈子没吃过苦躁过醉 生活习惯也是烟酒 不沾麻将不打 唯独喜欢唱歌跳舞 但弹琴 大妈一听 也是竖起大拇指 还愿意意识 想要主入大人的圈子 拍手在做饭呢 这一月两千块钱 做两顿饭 中午和晚上 天啊 你做饭看来 你做得挺好吃呗 你给时候看看你那个手机里的 今天中午做的饭 可有食欲看一眼 来 瞅眼 没拍好 着急就吃饭了 看这我给他们做 最好是我烙的饼 好 看做这个冬黄肉做得好吗 冬黄肉挺好 要食欲 这红烧肉 我还是红烧肉 我做红烧肉做得好 挺好 真是飞机上抹胭脂 美上天了啊 大妈可是会做一手拿手好菜 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 系上围裙分分钟 就能变成香喷喷的饭菜 看着眼前的冬破肉 大爷都忍不住吃肉哈喇的 这要是能把台大叫 嫁进家门 以后可是又恐怖了 钱的事 把公司往里一起一放 一放 爱花啥买啥 爱买啥买啥 平时买东西 你比方说 三多五百的 你这全力 你就该买啥买 还不会善喷的 因为今天咱们买个大东西 再买个好几千块的东西 两个善善善善 没问题 这那个儿子吧 咱就说从他有这个孙子 而媳妇就没上班了 反正我这讲话了 我手宽住了 我就给他点 那给呗 给就给点 谁家的孩子 我都不介意 人好全部介意 这个二婚好三婚好 两人做一起不容易 有这么几个原则 这想的啊 叫急要急要急不要 第一个 在人格上 要互相尊重 精神上要互相欣赏 生活上要互相关心 经济上要公开透明 困难上要互相帮助 快的时候一起分享 讲得真好 坚决反对 从从一梦 建议实现 互相猜疑 真好 这是刚才讲的 临时讲的 继续代理 一说起以后的经济分配 大姨也是直言夫妻同心起立断金 钱就往桌子上一摆 怎么花就怎么花 大妈一听也是直言同意 但是也表示 想要帮儿媳妇分态压力 大姨一听也是想都没讲 就直言同意 接着也是提出了 自个的想法 以后人格互相尊重 精神互相欣赏 清君一席话 盛读十年书 大妈也是直言佩服 还是当领导的 真能说呀 讲话他条条 那个啥 讲话中不中听 说可以 我喜欢这样的性格 有啥说啥 如果我本来把药三不药 你去过日子 没什么问题 回单位 返他 我们回去了 咋了那么点 我送你回去 连送他来送你 行不行 因为一到点 这边上班了 好 都不想你俩再聊聊沟通 沟通 也上一家 在那个单位附近 那边路 谢谢你们伞那儿 辛苦了 你们要是能复好 我们就咋辛苦 都觉得值得